花蓮市警方日前在巡逻时看到一名小货车驾驶没有系安全带 还刻意关窗躲避视线,立即上前来查 过程当中虽然驾驶他积极配合还拿出罗盘说自己在学易经看风水 不过他却紧抓着包包不放 被眼尖的远警发现说原来在他包包里头藏有毒品 花蓮警分局巡逻远警在行经重庆路与中和街口时 发现一名小货车驾驶没有系安全带 看到警方还刻意加速关窗躲避视线 就看他行迹可疑立即上前盘查 虽然驾驶态度相当配合 但是面对警方却异常紧张 除了紧抓着包包不放还掏出一个风水罗盘 声称他是在学易经看风水 但下一秒钟就被眼尖的远警发现 他的包包里头藏有毒品 好了不要跪不要跪 于盘查过程中发现驾驶水深包包内有毒品害若因 现场将驾驶逮捕待反所实施验尿 全案依违反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移送花蓮地结束证办 这起案件发生在20号下午1点左右 群络远警原本是想劝导驾驶要系上安全带 没想到却意外查获了5支毒品海洛因针迹 还有1.1公克重的海洛因 嫌犯两度下跪想求远警放他一马 但还是被带回派出所验尿 并将他依违反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移送花蓮地结束证办 结束了请华联士报导